基隆 Let's go 给人 用真假 基隆 Let's go 引进产业 双双就业 这次参与登记的谢国良团队 除了江一化前院长跟刘文耀先生 地方重量级人士陪同之外 还特别邀请许多年轻团队 共同来见证这个重要时刻 一起来为基隆的未来打拼 国良邀请了担任我 市政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也是基隆子弟 唯一担任过行政院长的 江一化江前院长来陪同我登记 另外呢 我18年前有机会参选立法委员 是因为那个时候 清明党的刘文雄刘委员 把他的区域席次让给我 担任那一届的不分区立委 我才得以有机会从政 所以我今天邀请了 我原来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兼大哥 也是刘文雄委员的亲弟弟 刘文耀刘大哥 来共同的陪我登记 在我身后呢 有包括我的青年顾问张以成 也是海大过去的学生会会长 在内的所有的青年朋友 有的是海大 有的是府大 有的是基隆中学 有的是二姓高中 所有的好朋友 共同的来陪国粮 今天来登记参选 我非常谢谢 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争取为市民来服务 我跟国粮兄已经认识十几年 这个对他可以说 从认识到现在 都非常的欣赏 非常的肯定 因为他不只是学经历俱优 而且人品很正直 对服务公众事务很有热心 那么最难得的就是 他经过这几年的认证思考之后 决心投入选举 来竞选市长 希望能够为我们所有基隆乡亲 来做出更多的努力 那我自己也是身为基隆人 在软软区出身长大 我对我们的家乡 一直有非常非常深的感情 我也很希望 我们基隆能够选出像国粮 这样一个优秀的 年轻的 有干劲 而且有眼见的一个市长 他能够带领我们这个城市 整个脱胎换骨 不只更国际化 更有爱心 而且能够创造更多的产业 引进更多的工作机会 让我们基隆人可以真正觉得 作为台湾头的骄傲 今天陪同我们谢国粮市长参选人 来办登记 那我想我们所有的议会同仁 也希望说未来能够配合谢国粮市长 做最好的市政建设 让我们所有的广大市民都能够受贿 那在这边也拜托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支持谢国粮也支持庄龙青 我想未来对于整个我们基隆市民众就医的权益 以及儿童就医的权益 对医学中心 然后儿童医院包括声障团体 征集这个第二声障医的东西 我想都能够让所有民众能够来了解 为安乐区为我们地方所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正在进行当中 需要我们继续的延续 所以希望藉由这次的参选 能够继续留在议会 继续为基隆市民打拼 为我们为完成的理想目标继续前进 首先我们这个特别是老人的政策 不管是日照安养养护 以及我们这些的机构 要多争取多建立起来 让这些年轻人以及我们年长的人有地方 另外多余的基隆 我想暖暖区还必须要有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风雨操场 来让这些的运动的爱好的 能够在雨天的时候都有去处 我想还有非常多的事情 好比说我们的停车空间也不足的 我们必须要一一再把它找出来 我觉得在这四年当中 我已经将一些可以起头的 这些公共建设也争取了很多预算 来建设我们中山 希望我们中山更加移居 让所有的年轻人留在中山区 在地工作也一起努力 为了我们的家园环境各项建设 来一起来争取 所以站入口也好 到市场打拔恶户 而且我特别选择这个防滑的手套 这我们发文仙的时候 这颗粒防滑可以发送文仙 不会滑掉了 那我这次走的选举希望是零干岛 一来是对环境零干岛 我们这个环境零干岛 就是尽量使用能够回收再利用 像纸质品这样的文仙用品 第二个是对人群零干岛 这是我们尽量是站定点 像刚刚讲站入口会会守 或者是我们在火车站 我们不走动主动提供 而是民众有需要过来拿 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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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好朋友一起跟我来登记 感谢你们热情湘庭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我们今天立临现场的 陪同伟立参加登记的所有的里长 以及我们伟军的家人们 那么维力令会全力以赴 在同一个时段有许多议员参选人 也来这边进行选举登记 因此现场的加油动算声不断 热闹滚滚 在这边感谢我们所有的 今天来支持凯琳的长辈 及所有好朋友 凯琳一定会秉持着一声理想 全力以赴 再为各位来服务 请各位再给我一次机会 郑凯琳为你服务 谢谢 我今天来登记的决心 就是希望能够继续的 为我们基隆市民来服务 也希望能够监督市政 让我们的市政更清新更好 然后更能够切合市民的需求 好 市役 斗蒜 市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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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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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话 非常的感谢我们长辈 还有好多的朋友 大家一起前来支持施育 那在这个现在没有水的时刻 那也感谢我们众多的乡亲父老 大家一起来 那包含说最近在送水 也是要感谢我们各位长辈们 大家一起的来帮忙 在我们仁爱区里面 我们的年轻人 大部分都外流 很多人都到台北 到新北市上班 那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少 尤其是年轻人 基本上他们在仁爱区 没有适合他们的工作 甚至他们也没有办法创业 那为了我们一定要 把年轻人带回来我们仁爱区 带回来我们基隆 让我们的基隆更好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导